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只是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 周深获得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最受欢迎歌手,而原因也随着公布,总结之后转化成了四个关键词,第一个关键词,达拉崩巴。 去年周深加盟了歌手当打之年,在节目中演唱的达拉崩巴成功出圈了,用主办方的话来说就是异曲封神。 达拉崩巴不仅是去年年度人气单曲,也成为了周深最经典的舞台之一,作为一个中年观众对二次元的歌曲并没有多少影响,在周深之前接触二次元音乐也是通过歌手的。 当时汪峰演唱了一首二次元歌曲《普通Disco》,那时候才发现二次元的音乐在改编之后还是很不错的,能够接受。 而达拉周深这一次演唱二次元歌曲就是惊艳了,一个人唱多种音色,每一种音色都能够清晰的区分开来。 再加上达拉崩巴歌词又长又多还拗口,就是看着歌词念了都很有可能会念错,而周深却非常轻松,连唱带跳的完成了表演。 连一个中年音乐爱好者都深感佩服,也很喜欢这首歌曲,刷了很多遍。 所以看到那些年轻人,那些喜欢二次元的人喜欢周深,感觉还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第二个关键词,187次。 这是周深去年进入到有你音乐榜Top100的次数。 而要进入到有你音乐榜有很严格的要求,是六周内正式发布的华语新歌,授权入库腾讯音乐娱乐集体之后才能够参与到达拉崩。 而打榜根据的是播放指数、传播指数、喜好度、付费指数、人际指数、五项汇总得分来排名。 周深去年能够187次进入到有你音乐榜,最少说明了三点。 一个是去年周深发布了很多的新歌,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有上榜那么多次的机会。 二就是周深发布的新歌很受欢迎,在五项汇总得分上面都不低。 三是周深发布一首新歌,不仅仅新歌可以上榜,还可以带动新歌之前的歌曲也上榜。 这三点都做到了才会可能出现187次进入到有你音乐榜的Top100。 第三个关键词,OST。 周深作为OST大魔王级别的存在,他为很多的影视剧唱过OST,其中很多部的热门影视剧。 这些热门影视剧的OST会随着影视剧的出圈而出圈,能够吸引之前可能不知道周深或者是没听过周深歌曲的人。 当然,与周深的热度,为影视剧演唱OST应该说是共赢的。 在影视剧没有开播之前,周深的演唱可以对影视剧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。 而影视剧开播之后,越是热度高,看的人就越多了,听到周深演唱OST的人就越多,喜欢周深演唱的人也会越多。 第四个关键词,流量和实力兼备。 周深的流量不用过多说明,作为主办方,他们拥有大数据,他们应该非常清楚周深是真有流量。 自从周深能够登上以流量明星为主的榜单,并且经常性的上榜的时候,就已经说明了周深的流量是很高,热度也很高的。 而实力更好证明,因为周深不仅仅受听众欢迎,还受到各种主办方的欢迎,很多活动都会邀请他。 因此,经常可以看到周深的LIFE现场,而每一次如同行走CD般的现场演唱,都在告诉观众们周深的实力。 实力加上流量,又让他更受各种主办方的欢迎,于是周深就有了很多很多的曝光的机会。 一个有实力的歌手,在这种曝光度之下,可以吸引很多听众,而其中有些听众会变成周深的歌迷。 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之下,周深的歌迷还会越来越多。 以上四个关键词说出了周深获奖的原因,也在说明了周深获得年度最受欢迎, 参赢歌手是实至名归的。 出发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缤分娱乐秀》,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